大家好 冬季因为气温特别的低 兰花的话在温度低的情况下 会进入一个半休眠 甚至休眠状态 所以呢 很多花友在冬季养活兰花 就特别喜欢偷懒 但是如果你在这一件事上面偷懒的话呢 会导致你的兰花后期越长越弱 一直都养不好 那么是哪一件事呢 可能很多花友认为 冬季气温低 兰花会休眠 所以呢 危害兰花的这个真菌啊 病菌啊 还有这个虫害的这些 都会进入一个休眠状态 其实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想法 因为虽然室外的温度比较低 但是我们在冬季养兰花 都会把它移入室内来养护 那么室内的温度的话呢 一般都是相对偏高一点的 一般气温达到十多度 危害兰花的这些病菌和虫害呢 它还会继续的繁衍危害兰花 所以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偷懒呢 不给兰花使用这些农药杀菌杀虫 那么你的兰花就很容易滋生病虫害 那么后期就会越长越弱 那么我们冬季到底应该怎么防止这个病虫害呢 我们冬季防止病虫害呢 其实最简单 我们冬季因为放在室内养护 如果经常喷洒农药的话 对于室内的环境是特别不利的 那么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 就是给它在盆土里面 撒上一些颗粒型的农药 那么一般的话呢 我都是给它用上这两种颗粒型农药 首先第一种呢就是小粉药 这是一种颗粒型的内稀型又长效型的杀菌剂 在盆土里面这样子轻轻的撒上一小勺就可以了 它会被植株所吸收 然后呢这些病害就不能够危害这个兰花 它还可以杀灭盆土里面大量的这个病菌真菌 同样的这个笔虫林呢 也是一种颗粒型的杀虫剂 它这个功效呢和这个响匪药呢 就是差不多的 也是按照同样的方法来使用就可以了 像这样子杀灭掉盆土里面的这个病菌虫暖了 在冬季的时候呢 那么你的兰花就不容易受到这些病虫害的这个危害 那么它自然也就长得旺的 开春的时候呢 因为盆土里面没有任何的病菌虫暖 开春的时候呢 它长出的芽呢还会更壮 所以啊 冬季兰兰花这个病虫害的防御症呢 大家还是不能够忽略的一定要坚持到底 好了 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